这下的钢子肉啊真的是格外漂亮 兄弟们今天我们在新疆踏实啊 吃一个硬核早餐钢子肉 羊肉放在糖瓷钢子里去煮 馅哥的羊肉 这个一缸怎么卖啊 一缸的一个达到300个300个30个斤 说到230个30个斤一个能夹 现在一天能买多少个钢子肉 现在啊 三四百三四百 夏天吗 这个夏天反而是忘记 来来来 羊来了又送一批羊过来 多少斤 60 30公斤 每天送几个羊过来 五个八个 五个八个 嗯 今天一圈了 等一喝的话 十个 一只羊大概是 这个重 这个重 这个38公斤啊 30 那一呢 兄弟 我们在 Marin 这中处 一会儿 一会儿 啊 哪一会儿 就是 就是 那种 这个 素食 怎么 Q 这 活 urt 柳 上 两会儿 我们的 是否继续再给缸子加水 太壮观了 这些缸枣大概烧半个小时 烧开以后 加黄胡萝卜 鹰嘴豆 还有灵魂皮牙子 汤开以后 打去浮沫 给我看 放进去 放入一拒 下胡萝卜 他们这边胡萝卜都是这种黄色的 做手照办也是这种黄萝卜 一样的 再放鹰嘴豆 再来一把新疆最出名的蔬菜 皮芽子 就是洋葱 钢子肉放进胡萝卜 鹰嘴豆 洋葱以后 盖上盖 蒙一个小时 上课之前再放一点点盐 调的盐卤子 确实是原汁原味 出锅之前加点盐卤 我感觉这个汤的鲜味都可以闻得出来的 太美了 这个烤干子也是钢子肉店的特色 原汁原味 撒点盐 我地马真的是太香了啊 兄弟们如果你们来喀什吃钢子肉啊 这个烤干子必点 第二次来喀什啊 上一次来喀什第一顿也是吃的这个杠子肉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35块钱的啊 300克 看看有多少肉 哇 这个汤啊 真的是太香了啊 胡萝卜 皮芽子 鹰嘴豆 哇 先来一口啊 它的调料啊 就是出锅之前啊 就上桌之前啊 放了一点盐卤子 清香 清香真的是清香啊 没有那种 就我们讲的时候绵养的那种三味啊 啊 来喀什怎么能不点肉串了啊 6块钱一串 还有这个我要讲一下 一定要讲一下 烤干子啊 淋着点盐水 哇 奇香无比 奇香无比啊 咖什是绝对吃肉者的天堂 看这么一大块 哇 它那边看胡萝卜啊 都是这种黄的啊 他们这边默认这种胡萝卜就是黄的 所以我讲啊 我怕你们以为是我们那边红的胡萝卜 我说黄的胡萝卜 他们讲就是胡萝卜啊 再来一口汤 舒服舒服 家常拉面 十四 来新疆吃肉吃灭啊 绝对是不会错的啊 绝对是不会辜负你的啊 灭筋道肉香啊 这个圈圈狼 是这个钢子肉送的啊 但这个太硬了啊 要掰一下 掰一下 放那个底头泡一下啊 我们早上吃的那个 羊头钢也是这个啊 泡一下它就软和了啊 来六串 六块一串 这些东西啊 一定要趁热去吃啊 嗯 太美了啊 太美了啊 你没来过喀什啊 你永远不知道啊 绵羊煮汤可以这么鲜美 我们内地人会对绵羊有一种固有的偏见 会觉得绵羊会很善啊 一定来南疆试试来喀什试试 但是 поех Went 好 走